市長請 委員好 市長 你自己從教學型醫院管理的職務出來 那你自己也是醫師 那對於兩岸服貿的開放醫院服務業 你應該 你有沒有涉入這裡面的談判 或者是說 關於裡面的所有的準備工作 你自己有沒有涉入 沒有 你都沒有 你們署長有沒有 署長跟中理全部都有 署長有 你作為衛福部裡面的 關於醫院服務業的業務的市長 你是完全沒有涉入過 那你對這些 開放醫院服務業這些事情 你有沒有去搞清楚過 你有清楚 有清楚 那我可不可以問你一下 因為在服貿裡面是設到兩個方向 第一個方向是台資到中國去設立醫院 第二個方向是中國資金允許到台灣來捐助 那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台灣 台資到中國獨資設置醫院裡面最典型的三家 一個是旺旺 一個是長庚 一個是明基友達 這三家醫院在台灣的經營情形是怎樣 在中國的經營情形是怎樣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好 目前台資醫院在大陸有10家醫院4家診所 那這三家是最代表算最大的 對 那目前經營都是困難 為什麼困難 第一個是現在競爭的基礎不同 因為我們他們的很多稅還有這個水電 什麼很多的基礎 我們是他們是比較有利的 第二個我們很難找到好的醫生 因為可能大家也知道我們薪資結構是不同 因為他們有三分之二是比較灰色的 那第三個大陸到現在為止 人民還是相信這個公立醫院 那第四個我們的醫院要去申保 這個他的醫保不太容易 而且醫保也有分很多種等級 宣傳也都不太容易 如果照你這麼說 去那裡賺錢很困難 但是我們政府都沒有跟我們說這些事情 他只說中國市場開放給你 如果照你的講法 第一個 公醫的民間信用形象比較好 對於私立醫院其實是蠻保留的 第一個 第二個 他們好的醫學院的人才 都寧可跑到公立醫院 他們自己國家的醫學院畢業的學生 事實上是不太想要去私立醫院的 第三個裡面的潛規則很多 那在談判裡面我真的很壓抑 如果你真的是要讓台灣的業者有出路 那這幾個問題裡面包括潛規則裡面 甚至他們最近訂了法律 禁止在地的醫院聘僱台灣外籍醫師去長期住診 然後再來講申保的問題 這個我都是你講的嘛 然後再講稅金的問題 所以現在大概台灣的醫院基本上目前是不想去的 目前我們去的都是要做所謂醫管輸出 就是去做第一個 那個技術輸出叫人 呃呃的效的就輸入了 不會不會 你怎麼知道 我再問你一件事 全中國的醫事人力跟護理人力的養成情形是怎樣 他們的醫師事實上剛剛上軌道啦 因為他們以前沒有住院醫師沒有專科醫師的制度 剛剛在設立 那護理人員也是最近才比較上軌道 上軌道 我聽說中國是醫事人力的這個人力 大過於護理人員的人力啊 而且醫事人力因為才剛架上軌道 而且那個credit不夠 所以他們的醫事人力是大量的失業 沒有辦法有一個工作機會的 是醫師還是 醫師 醫師 醫師有沒有大量失業是不太清楚 他們需要有就業的管道和機會 不過他們醫師現在的薪資確實是跟以前完全完全 以前說不定護理人員比醫師的薪水要高了 醫師就跟李托華的 我現在問你了 為什麼他們要去公立醫院還有一個 他們你剛才有說了 他們允許公立醫院裡面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允許裡面的醫師有業外收入嘛 對不對 我沒有說業外 我說灰色 灰色啦 灰色收入嘛 所以醫生不要去蘇利買 要去公立啦 所以臺灣的行李托華是沒路好走 醫師說話 理事長你要聽清楚啊 蘇委員 但是我現在又說另外一個方向 開放中國資金捐助到臺灣來捐助 現在唯一的條件就是說中國的董事席次不能超過三分之一而已 只有這一個門檻耶 現在是這樣 他要捐助的是財團法人 第二個是要在偏遠地區 而且新設立的醫院 所以基本上是 有啊 今天的新聞出來了 中國第六大房地產商必貴遠 符合你的條件 要去做醫美 要到偏遠地區 因為觀光地區都在偏遠地區 然後他一條龍 開放中國過來 把臺灣醫院 臺灣的醫院經營者 他從健保項目的獲利平均是幾% 獨靠健保的支付的這個項目 大概獲利率有幾% 現在大概只剩下3% 3% 所以臺灣的病院的經營者 是不是都要去擴大那一塊秉除了健保之外 要搶做醫美 搶做其他自費 對 但是他 你現在又開放中國來 在觀光地區 把中國觀光客的醫美 本來要到臺灣來的 和臺灣人做的行李 開放一條邊過來 中國人自己攤對自己的落地去 因為他是來捐助我們的這個 捐助我們 沒什麼門檻啊 新開一個醫美 大型醫美 都做他們中國客 在觀光地區 偏僻地區 然後捐助參股董事不要超過三分之一 其他都叫他的元工 叫他的 病院裡面的醫生 當作是臺灣籍的董事 但是是他的元工此股比例沒有射限 來做名義上的董事 這支配權也是入資啊 否則你要有什麼門檻把關 第一個 財團法人是不能分配盈餘 所以他賺的錢還是拿不掉 拿不回去啦 第二個 這個審查的機制在前面 他說長庚醫院今天賣一間又一間開過頭去 長庚醫院財團法人不能盈餘 長庚醫院賺到四億塊錢買長庚的股票 不是 長庚醫院的股票是王董事長當年捐贈的 你現在不要再說了啦 病院喔 你不要再說了病院喔 是財團法人非營利機構 大家都知道開病院是要賺錢的啦 你說錢沒辦法拿走 我跟你說絕對有辦法百分之兩百 你在這裡是睜眼說瞎話啦 我們來講獲利啦 他絕對有辦法獲利 我現在要問你的是 他來掛食臺灣醫院經營者這一塊餅 你都真的長區植入不設限 這也要去談判的 去他們中國 談判的一個中國市場是假的 沒有辦法去的 那個明基尤達去那裡做到叫什麼死 要把臺灣醫院賺錢去那裡賺錢 去那裡賺錢去那裡賺錢 中國給他避免說你一定要跟我們醫院賺 利息10% 明基尤達在那裡去利息加到叫什麼死 然後湖南旺旺勉強有盈餘了 另外一個廈門長庚找沒有在地醫生 中國跟他說你不能叫台灣去那裡長期駐診 不准外期 中台灣籍去長期駐診 還沒有醫生沒有醫生來源 已經長期駐診就要吃鯨了 然後中間去中國就要吃鯨 好你現在說不然這樣開放中國來台灣 衝擊瓦解台灣的公共醫療體系 沒有人來騎借的利益 你也說沒有台灣的業者可以貪 在健保給付的3%利潤之下 要擴大醫美要擴大自費項目 結果中國人來跟台灣來騎借唱 所以就算起來 全世界都沒有開放 直接開放醫療服務業很少 結果你全面開放 全面開放以後呢 台灣業者沒好處 台灣的受僱者醫師 越來越血汗 醫師、護理人員越來越血汗 不然你說總要 你給這麼多總要 拿到中國去 沒有啦 拿不到人 你們開放什麼 其實因為我們到大陸設醫院 現在 現在是自己醫院不想去 沒有理想要去那裡做什麼 連中鯨就要吃鯨 要討什麼 我們還考量到五大接空的這些問題 所以我們是不鼓勵 但是我們現在有一個整套的 就醫管輸出 有一個整套配套的 把我們的藥品 把我們的衣材 把我們的ICT一起帶進去 你不鼓勵 那如果最好 你如果真的考慮到五大接空 你就把從中國來的這一個關門關掉吧 留給台灣的醫事人員 一個好的勞動條件保障 如果說對騎借 我是很不喜歡說騎借 不然你也會騎借 百元的經營車 可以再加一口飯吃 好 謝謝 你說去中國什麼都沒有 好啦 我們 結果你們全部開放 讓他們全部都來 這是什麼道理啊 好啦 謝謝 這是什麼道理啊 好啦 這樣好 這樣我再問最後一件 但不是他主管 好啦 謝謝 今天同業律書 歐蘇的IOC 要用IOC的力量來介入我國的內政管理 我們現在在海關竹筆檢驗 竹筆檢驗 這是對人民問政監督權的限縮喔 謝謝你 歐監都要20分鐘啦 休息 休息5分鐘喔 謝謝你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